2016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促經濟、眾民生、穩發展 特區政府高度關注交通問題 努力做到令居民每日出行更順暢 在新紀一年,政府將會全面檢視交通運輸策略 積極推行休公交、控車輛、順道路、暢步行等措施 秉持公交優先的原則、完善和擴展巴士路線網 開始馬角去到林茂堂時限性公交專導試行計劃 為了配合整體交通運輸政策 明年的控車輛措施包括 提高機動車輛稅 建議取消專門用作旅遊用途車輛的稅務豁免 縮短用車的檢驗年期 整合以上各項措施 相信有助舒緩日出嚴重的交通濟失情況 除此之外,明年還會進行奧騰第四條科海大橋的評估工作 為了順道路創造另一個良好的條件 構建無障礙步行空間 鼓勵市民多點選擇步行 的士服務是近年的熱門話題 除了繼續打擊違法行為之外 明年還會發出250個普通的士客運業務經營執照 100個的士特別訊照也將會到位 即是明年的的士數量會增加至1600架 構建輕軌系統 是本澳未來六路整體交通運輸政策當中重要的一環 全長9.3公里的輕軌坦仔線建設工程 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其中,坦仔線11個車站的土建工作 將會在2016年全部完成 至於影響坦仔線整體時程的關鍵 輕軌車廠問題 特區政府正在與成建雙初雙解除合約 爭取解決問題之後 盡快重新啓動建設工作 特區政府亦會著手準備將輕軌服務延伸去到馬角站 並且爭取及早啓動相關的建設工作 另外一方面 政府早前已經展開輕軌石牌彎線的可行性研究 以爭取早日將輕軌服務延伸去到該區 澳門半島線方面 因應近年本澳的社會發展年勢和社情民意 特區政府正在跟進設計修改 並且配合未來新城A區和港珠澳大橋珠澳人工島的發展需要 為了下一階段的建設做準備 在海運交通方面 澳門校運碼頭優化工程已經陸續完成 澳門校運碼頭預計會在2016年的下半年頭入運作